欢欢乐 让过年更快乐 康乔 为孩子打造国际移动力 累积通行世界的能量 提供与全球接轨的教育 重视孩子的独特天赋 让孩子喜欢学习 爱上学 113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 快上网搜寻 康乔国际学校 大家一起来 会计管理 库乔国际学校 库存管理 生产管理 提高效率一起来 一看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税只要1500 买权证担心被发行商吃豆腐 第一金证券免除您的困扰 坚持给您最真实的权证商品 第一金权证 只要有一张流通在外权证 绝不会调降报价波动率 让您交易权证更放心 买卖更安心 真心实意 为您把关投资权益 成为您理财的好伙伴 第一金证券 第一金权证 与您一起打造美好未来 权证为高杠杆投资商品 游击会在短期间 获得极高报酬 或蒙受权利金的损失 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风险 及享誉公开说明书 本公司经目的事业主管 经关核准许可证兆字号 为110年金管政治 第0024号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罗木华 听到没有你有订网飞吗 你是网飞的订户吗 这个网飞 这个全球订户大增 发布了财报 这个股价现在大涨9% 今天晚上就看网飞表演 另外明天就看特斯拉了 因为特斯拉也即将要发布财报 不过看起来特斯拉席 可能会遇人 但网飞非常热 网飞2021年5月 这个股价5个月 在2021年跌了75% 但从2019年 网飞股价的低点 166美金 到现在已经涨到快500美金了 这个快到500美元 大涨了200% 他第四季大好 去年第四季大好 订户全球增加1312万人 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一季度 市场预估是891万 所以这个完全是完胜 这个市场的预估值 而且一季1300多万人的增加 这个订户数的增幅是创历史记录 同时他的营收年比增长也达到12.5% 到88.3亿美元 这也是超租上估计的87.1亿 另外还预估今年第一季 网飞的营收可以到92.4亿 年比再成长两位数达到13% 可是特斯拉呢 现在市场一般预估 他去年第四季的EPS会大减 这个38% 因为他此前同比的EPS是1.19美元 那现在预估是0.73美元 所以1.19到0.73 就去年第四季 华尔街给出的EPS的目标是0.73 即使达到这个目标的数据 0.73 他都要衰退40%了 所以这个特斯拉毛利一再降 从25%的毛利到去年 去年第三季毛利已经跌破18% 这个一直降价 然后资本支出又大 所以电动车真的是一个大坑 这个还不如去做拍剧 对不对 听说网飞最近这些剧很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我是没时间看 我们赶快来请教 金周刊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 谢富旭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透过直播广播同步 进行我们这两段的访谈 富旭你好 木娃兄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富旭你有订网飞吗 有啊我太太有订 你都有在看吗 我也没时间看 她说不请客在电视上看 那个账号也可以在电脑上看 对那你们是家庭号还是说 家庭的一个月 蛮便宜的才几百块而已 399还是499 所以老婆每天都在追剧 就不理你了 所以你说嘛 现在什么有线电视台 无线电视台 年轻人根本就不看嘛 是是 但是没有 只要我那个操作界面 还真的蛮厉害的 比如说我家有四个人 我两个儿子 我太太 然后你就是缴一个月费之后 你四个人 你都有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账号 界面也有 比如说你看过的 你喜欢的 比如说我儿子 他有自己的 一个自己的页面 你就贴一个四位数的密码进去 就可以看了 对对对 所以还蛮客制化的啦 所以的确是蛮厉害的 这么好业绩不简单 这一年来 其实欧美有一个消费 有个趋势 就是大家喜欢把钱花在娱乐 然后吃 然后去玩旅游上面 然后不去买车 然后不去买资本财的部分 这个很明显这样的趋势 你看网飞大好 特斯拉不好嘛 对 但是这个会不会变成一个 比较持久性的趋势 这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这个 这个脚持续下去 真的对经济真的是不好 那就都赖在沙发里面 看剧 这个真的对经济不好 不然的话就是 玩这个线上游戏 你看到星象 最近股价一直在飙 然后今天很多游戏股 都这个大涨 还有涨停板的 说这礼拜又是电玩展 是 所以现在年轻人也是 对于这种我是引以为优 比如说可能对洋芋片的销量会好 对可乐啤酒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你看 Nike股价为什么一直跌 因为大家没有要去运动 我就不想买衣服 沙发组 对就变沙发组 这个真的是引以为优 一则以洗一则以优 那你今年 今天又来讲三个风险 说今年投资了三个风险 又是优了 对 为什么会讲风险 其实你也知道 那个木华兄比较了解我 我去年成绩单 在台股的组合成绩单 很不错 大概是 打败大盘 38 大盘大概是25% 所以每当出现这个成绩的时候 我就会对风险思考的比较多 这是我的习惯 那我是觉得在这今年 在一派乐观当中 去年大涨 然后大家一派乐观 AI什么的 这个网飞 都标起来 回答 AMD 对 就怕大家 第一个我很怕 我把我去年 好不容易赚的钱 把它吐掉 这是一点 所以我一直在想 是如何守成 守住战果 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守住战果 守住的同时 你也必须要观察说 下一次的机会在哪里 那我觉得这样思考 我觉得今年有三个风险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第一个风险 这个就是 大家对于利率调降 就是联准会降息的期望 我觉得最近这两三个月 太乐观了 太乐观 譬如说我觉得台湾的媒体 包括市场 预测都是在六码 七码 我觉得太乐观 可能跟台湾的债券金 越卖越火爆有关系 投信当然就会刻意营造 说今年会大降息 这样六码起跳 这可能也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以我客观 因为我对美国的总金 我盯了很紧 我自己有投资债券 我又觉得没有那么乐观 为什么呢 虽然美国的通膨率 从去年最惨的时候 9% 最严重的时候 那之后一直降 降到现在三点多 但是美国的 FED的政策目标是2% 长期的通膨率 但是我觉得从3点多降到2% 这个最后一里路 对抗通膨的最后一里路 这一战会非常的难打 就这一趴 非常的顽强 这一趴不好干 对 这一趴非常没好流量 那原因是 我觉得不是因为说 油价的问题 也不是原无料的 现在其实原无料 很多都很便宜 你知道吗 现在天然气便宜 跟狗屎一样 便宜的不得了 你知道吗 现在天然气很便宜 欧美天然气价格都大低 对 那个储存都已经满了 储草都满了 不知道放在哪里 对 那所以也不是 有那个小麦 什么都得了 只有可可涨 对 少数的农产民涨 但为什么这个3%到2% 3%多到2%直度这么难走 就是因为 大家忽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 人口老化 这个跟人口老化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 你知道吗 我们通膨造成物价上涨 原因除了原料成本 还有什么人工成本啊 对对对 很多服务业 人力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多服务业 什么修车厂 什么农场 都在缺工 在美国 你知道吗 缺工缺得很严重 当然我们希望说 AI赶快起来 机器人越来越多 帮我们做工 但是看起来 这个不会那么快来 现在目前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大退休 朝来临 然后人口的老化 然后又少子化 导致一些服务性的产业 或是一些制造性的资源的产业 能力不足 工资上涨 码头工人 这个薪资涨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薪资 制造一个产品 薪资比重蛮高的 其实是蛮高的 这个薪资脚一直居高不下 一直降不下来 这个最后一里路就很难走 对啊 因为你看航空公司好了 航空业的成本 其实就是油跟人事成本 大概占60% 最近你看 长龙年终奖金发10个月 那个机师还说我们要再加薪 然后不然的话有春节我就罢工 就是同样的问题 加10个月 你要不然还是缺人 还是缺人 而且很多产业都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引以为忧的地方 说最后通膨这最后一里路之战 不好打 那不好打 你说那个 你说那个联终奖一直看出 通膨脚一直都无法达到2% 我不会觉得他 他的降息会太积极 那问题就是说 高利率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人口 红利消失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今天把利率维持的很高 比如说5%以上 那你刚刚所讲这个人口结构的问题 所导致的薪资的居高不下 或者说缺工缺人的这样的状况 能解决吗 因为高利率好像 这个东西要直接触发 能解决人力市场的这种 这种机制性 高利率是为了要解决 通膨太高的问题 他不是 我想认为 我认为他的初衷 不是为了要解决人力市场的问题 对 服务业成本 在高利率下面 他能降下来 高人力成本导致于高通膨 这个问题假如无法解决 高利率的时间会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你讲了 我直接想到了什么 就来一场经济衰退 大家都就没有工作了 就无缺工了 这也是一种解决之大 是没错 就这样子 你现在很拽 爱上班不上班 等到经济衰退 大家失业 你看你要不要上班 这也是 但是大家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那就看联组会要不要这样干 好 还有两个风险是什么 等一下回来再请谢夫薛告诉我们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 好 一直在混塑胶股 抱两年会不会有希望 不用抱两年 我跟你讲 今年一定塑胶股 某个时间它会上来 跌多了 这种股票就是必然的道理 左侧交易嘛 左侧交易的就是要有耐心 但是左侧的股票 我是觉得不能买太多 要买也是慢慢买 对啊 就是谈回来就要赶快出了 也不能再想让它谈多高 我觉得股价便宜就王道 不是这样讲 像蓝亚 我就觉得跌破60块的蓝亚 你觉得可以买吗 可以的 蓝亚是一档 它其实是半档的电子股 对啊 那台数台化跟台数化呢 你觉得这市场 它们股价都跌非常惨 我就比较没有把握 但是我觉得蓝亚是我塑胶股当中 我最有信心的 因为它毕竟 它其实它连它的 它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所谓的生产的事业 一半以 几乎一半都跟电子材料有关的 对啊 它其实 南亚最主要就是 你看它 南亚科 包括那个 蓝电 蓝电啊 它都做这些surprise上下游的嘛 对对 它不只是他们的主要的股东 大股东 而且 它的提供的那个 蓝亚提供的那些 那些那些塑化产品 大概48%都跟电子业有关 PCB板啊 波纤布啊什么 都跟电子业有关 对通波 都跟电子业有关 那南亚这一波也是沙坡60块啊 你觉得可以买了吗 我觉得长期投资人家 报个两年 我想是没问题啦 它是跌了下去 也会也上的来了股票啦 很惨 从90几块跌下来 是很惨 因为这波石化景气 是比较严峻一点啊 那另外呢 台塑跟台化呢 那就最要看景气循环了 只是怕说 那个这个台塑化 它的那个 它的汽油 还有乙烯 会 那个会有结构性的减少 因为电动车 或是什么都在减缩 什么的 不是怕 只是这个不好 还要再研究 我们要回来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刚复旭要讲到第一风险 就是大家对降息太乐观了 什么降6 降7 现在 就是这样划 到时候降3码 降4码 我觉得比较可能是3到4码 是 降一个百分点 就是把利率降到4%左右 降破4%的可能性不高 除非你真的 通膨真的降到2% 今年降到2% 你说利率维持 维持那个3% 可以 那就可能 降这么多 其实这个人力问题很严重 你去看美国 很多宁可当街友 他也不要去工作 对啊 这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睡在路边 搭个帐篷 你看美国各大城市 从旧金山 一直到亚特兰大 全部都是街友 很严重 是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或者要不然就零元购 就是直接给你 昨天一个新闻 车子直接撞破 撞破店的大门 然后大家就进去 好 那第二个风险是什么 第二个风险 我觉得股价太贵 对 大家因为都涨到现在 都快1万8了 大家都嗨翻天了 然后忽略了说 现在我们大盘本利比 它是21倍 其实是在历史上 你假如历史区间 是蛮高的水位 然后有一些电子股 本利比动辄2 30倍 30 40倍都有 60倍的都有 那像我以我自己 像台积电 我是以台积电做标准 你假如说比台积电的本利比还贵的 我都没有兴趣 你会比台积电好 台积电现在也不过 你假如以预期 它明年赚个 今年赚32块 去年 今年大概是37到38 你假如本利比抓个16倍 现在股价其实合理 16 17倍 但是你假如说电子股 你说本利比超过20倍的 25倍的 你会比台积电好 这是我一向的一个观察指标 的一个在评估电子股价值的指标 你觉得电子股 如果本利比超过20倍的股票 都算贵了 对都算贵 我都会比较小心 除非它后面有特别的故事 这个特别的故事 当然你要钻研 那个没有那么容易 那就是标股基因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的原则还是 我买股票的原则 我还是坚守 我买的股票 比如说领袭股的话 我买的价位一定要有5% 的现金殖利率 我才会买 成长股我可以放宽一点 比如说4%也可以 像台积电这种超级成长股 我可能放宽到2.5%2% 所以我觉得大家 在这种股价普遍 已经大涨的状况之下 买股就不要太激进 还是要算一下 算一下殖利率 算一下本利比 不要太冲 这个其实蛮有道理的 你看联发科 联发科它其实 这个股价到20倍本益比 其实它就有点涨不动了 但它跌回15倍本益比的时候 这个买盘就进去了 其实我觉得 刚刚傅旭所讲的 即使像联发科 这么好公司 它的本益比都不太容易 超过20倍 就是法人认定 它大概15到20倍的本益比 除非它EPS大幅成长 那股价上去就没话讲 那如果说你EPS不成长 你还要这个股价要涨那么高的话 确实是有动力上的问题 那这个是第二个 股价贵了 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是说 今年的景气 整个全球的经济 美国 中国 欧洲 我觉得应该会比大家预期的 还要差一些 因为现在资本市场大好 大家就掩盖了 大家也会认为经济很好 就造成一个假象 就会说 我手上的股票都涨 电子股半导体股涨 就会对未来预期太乐观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假如说 因为这个总体经济不好 那产品卖不动 那你现在 大家现在对很多电子股都有超预期 超高的预期 假如只是 略低于你的预期 那股价就会大跌了 2022年 很多年都是这样 大概两三年 三四年就来一次崩盘 所以我是觉得 还是要如履薄冰 对于今年的景气 真的不要太乐观 对于今年景气 不要太乐观 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点 一个是美国 OK 因为美国现在的储蓄率是创下历史新低了 你知道吗 这个我很关注 大家钱花到没了 对 你说钱已经 我觉得人毕竟是理性的 对对 你假如就像你刚才讲 为什么网绘会大好 那个不太想买车 不想买 不太想买 少说会看一点剧 苹果业绩还是很弱 对 追剧 那个是成本低多了 在家里吃泡面追剧 也可以过一天 已经口袋已经没什么钱了 对 还买什么特斯拉 对 还买什么iPhone 对 所以大家都这个不要 不要预估太乐观 一个美国 就是那个储蓄率 现在是历史 30年来的最低 我觉得追剧有一个好处 至少我们可以活在一种沉浸的世界 就是说 你可以暂时忘掉现在的痛苦 活在那个剧中的世界 对不对 对 我们为什么大家喜欢去看电影 看个两个小时的电影 就是说你可以活在那个 那个电影的世界 就像沙丘第二集 我很想要赶快赶快上演 我要去看 因为我很想活在那个世界里面 是是 因为现实太痛苦了 这样 对 就有道理吗 无病身体 你那个赚那么多 还那个 没有没有赚多 好 所以傅蓄 你刚刚讲了三个风险 对 还有中国 中国还没讲 中国跟美国相反 对 它是储蓄率创历史新高 对 储蓄率搞到四十几% 大家对经济前景很悲观 不太愿意花钱 所以我觉得它的经济 对 再加上国际 美国要孤立它 对 所以中国经济还是处于调整期 可能要调很久 对 你看全国两大的经济的两个最大的引擎 美国 中国 美国那个燃料储蓄快用尽了 那中国现在是 燃料是还算有了 问题是说它很悲观 那个脚不太动 硬勤 咋不叮当 所以我就觉得对经济 总体的经济 我没有那么乐观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一时就告诉我们 现在股票要稍微减一些呢 就是现金多一点 是回到投资策略上 你觉得台股今年该怎么操作呢 对 所以我说 第一个买股票大概是好 但是你要买那种 我刚才讲的便宜的 比如说我设定一个殖利率 那个 比如说 那个我主要是以领袭的股票 我起码设定5%或6%之间 刚才那个债券 也应该要布局 但是布局要小心 像美国公债 我买的价格是怎样 我一定要 比如说我讲 我预期那个长期通膨是大概3 那我买进美国公债的殖利率 我一定要4% 我领到4%的利息 我才要买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袁大美在20年 他去年配1.17 一整年配1.17 那 1.17除以0.04 大概是29块那边 现在股价大概差不多 大概29点多 现在大概就29块 至少要29以下 我才会买 那超过29 我大概就等了 但是也快到了 他从大概31最近 有老回博 也快到了 所以我觉得像那个 譬如说投资级公司在 你就不能像美国公债只设市 投资级公司可能要4.5 没有我觉得我是更保守 我5% 你要5% 我至少要5% 我才要 那所谓的那个高收益在 也不是不能买 我觉得也可以 至少要6.5% 就是简单而言 他去年整年的配息 你除以 譬如说 那个0.065 那个价位 那个价位就是说 这个我要 我可以 跌到这个价位以下 才有长期投资 领袭的价值 我个人是这样算 给大家参考 好 很棒 那股票的部分呢 你觉得现在目前 股价低 这个地方可以报的相对安心 值率有5%以上的 有没有这些 有啊 譬如说我最近在买的是 新光产物保险公司 新产 对 像你知道他 他为什么 我说他会是个便宜的股票 你为什么不买中保科呢 没有 我有比较过 我觉得新光 新产 不是新保 新产 2850 产显公司 对 不是新保 但是我这个买新产 我都 这些都是定存股 我比较过 新产 大概今年 去年他可以赚9块多 然后股价60几块 不到70块 OK 那可能配3.5到4块钱之间 那公司配息也有点小气 他一向都这样 因为 但是因为他赚的多 即使他配息率 大概只有四成 但是因为他股价很低 所以那个殖利率还是可以接受 那我觉得这对产险公司 这种配息政 这种配息政策 政策是正确的 好 产险公司要留多一点现金 毕竟做保险的嘛 人总是 他们经营者总是 比较小心一点 所以这种企业文化 鼓励政策 我可以接受 好 留待大家参考 非常谢谢傅旭 聪明投资 不能只有零手续费 还要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